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别先入为主 在大多数人眼里 婚姻门当户对是很重要的 高攀或者下架的婚姻 在未来面临着许多潜在的问题 如果是真正的门不当户不对 门第悬殊的婚姻 又该有多令人难堪 今天制衡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乡下老父亲参加儿子的婚礼 被亲家嘲笑 没想到结账时经理一句话 大家都愣住了 李凯老家是在农村 家里就一个老父亲 父母早年去城里打工 不幸出车祸 母亲当场死亡 父亲也重伤 得到一笔赔偿之后 父亲回到农村 种起母薄田 维持生计 李凯靠着自己的努力 考取了一所不错的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 就留在了城里工作 还谈了一个城里的姑娘 张莉莉 张莉莉的父母 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 但是由于政府拆迁 他们家一下子 就分到了八套房子 一下从一个普通的家庭 成为了千万富翁 对于这门轻视 张莉莉的父母 一直不同意 嫌弃李凯市农村户口 家里穷 觉得以他们家 目前的家庭状况 完全可以找一个 门当户对的人家结亲 但是在张莉莉的坚持下 他父母才勉强同意 婚期定了之后 老丈人豪气地说 房子车子酒水 一切的钱都由他来包办 说要给女儿办一个 最风光的婚礼 不但选了城里最大的酒店 还特意花钱 请来了市里 小有名气的主持人当司仪 婚礼场面 确实做得非常高端 大气上档次 宴席期间 张莉莉的母亲 当着重亲戚的面 笑着就对李凯的父亲说道 这种大场面 你们农村人没有见过吧 我们订的这家酒店 是五星级酒店 本是最好的一家 每桌四千的标准 订了五十桌 单单这些就二十万了 张莉莉的母亲说完 哈哈一笑 显得非常自豪 张莉莉的父亲 也附和着说道 是啊 这些钱对我们家庭来说 也就是个小钱 图个热闹而已 亲家 你可要多吃点 这些东西 农村可吃不到 是啊 多吃点 你们农村人就爱吃些鸡呀呀的 说实话 城里人都不吃 这里很多海鲜 你多吃点 张莉莉母亲笑呵呵地说道 李凯略微感觉尴尬 张莉莉见后 忙给母亲使个眼色 没想到李凯父亲并不介意 说道 好 那我就敞开了吃 竟然真的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这下轮到亲家尴尬了 张莉莉母亲红着脸 对周围亲戚说道 我亲家是农村的 平时也没吃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没见过什么世面 大家不要介意 周围的亲戚看到父亲一副 没有吃过好东西的样子 都在那里指指点点 李凯羞愧地低下了头 父亲期间离开了一会儿 眼看宾客都吃得差不多了 父亲回来后 对身后的几个女服务员说道 把这些餐桌上没有吃完的饭菜 都给我打包起来 我要带走 亲家母冷哼一声 一副不屑的样子 挥手招来了大堂经理 大声地说道 二十万 结账 经理走过来 微微一笑说道 这位大叔已经结过了 说着指了指父亲 张莉莉母亲顿时笑容僵住了 就连刚才嘲笑李凯父亲的亲戚也愣住了 父亲和亲家公和亲家母 打了招呼就走了 李凯追了出去 拉着父亲说道 爸 是儿子对不起你 可是你花这么多钱值得吗 没什么值不值得 只要是为了你 把这条命豁出去都是值得的 你好好过日子 爸是半只脚进棺材的人了 留着钱有什么用 我有养老金 以后也不用你养 只要你过得好 我就心满意足了 说着带着一大堆饭喝走了 李凯眼泪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村里人都说 李老汉是一个好父亲 但是做事情太傻太冲动了 为了争口气 真的值得吗 有那二十万留着自己慢慢花多好 也有人说 李老汉是打装脸充胖子 大家觉得呢 看完上面这个故事 只横想说 亲家是一种神奇的亲戚关系 因为儿女的婚配结合 才产生了这种亲戚关系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的加持 但却比一般的亲戚关系 要更亲近 虽然明明两家亲家之间的关系 很亲近 但却又不能生活中 过于亲密地去相处 那么 两亲家之间 应该如何和睦地相处 第一 相处要平等 不可翻白眼 两亲家之间 肯定多少会存在贫富差异 也就是说 两亲家各自的家庭 不可能是同样的经济条件 往往在这种前提下 有的人就会因为 所谓优越的经济条件 冲着经济条件 差的亲家翻白眼 现在社会讲究婚恋自由 不存在所谓的门当户对 既然儿女结合 组建了婚姻 两亲家就不能争论高低 更不能出现看不起的现象 两亲家穷也好 富也罢 儿女进了一家门 就是一家人 如果两亲家相处过程中 存在嘲讽和贬低之意 儿女夹在中间 会闹出不少矛盾 不利于婚后和谐 第二 有事可帮忙 无事不掺和 两亲家之间的相处 建立在儿女的婚姻生活上 所以 彼此之间的共同话题 大多都是儿女之间的事情 说得好了 相互都开心 说得不好 难免心生芥蒂和不满 毕竟当父母的 都会无形中 更倾向于 为自己的儿女站台 两亲家聊起儿女 难免会有偏袒 和计较的行为 一旦不欢而散 自然影响儿女的婚姻生活 倒不如保持距离 做到少掺和 第三 遇事要讲理 两亲家的相处过程中 儿女的婚姻生活 难免会有磕磕绊绊 当大人的 要明事理 且懂分寸 不能蛮横地去护犊子 遇事 先思自身过 方能理解和周全 说白了 就是不能跟着儿女 瞎起哄 去针对自己的亲家 更不能以大人的身份 去为儿女出头 先找自己儿女的问题 往往爱搅和儿女婚姻生活的大人 不仅当不了好亲家 而且会对儿女的婚姻 造成不好的影响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